大家猜一下我现在在哪里 好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在佛山的天降美食王国机器人餐厅 那这家餐厅呢 其实是碧桂园集团旗下的千玺机器人 打造的全世界应该说是 智能化程度非常高的一家机器人餐厅了 那它主要分快餐部 火锅区还有中餐厅 那它全部都是由自主研发中国制造 那目的是想将顺德美食和中国美食 传播到全世界 那现在呢 大家就跟随我到餐厅里面来参观一下吧 现在呢我就在雪糕机器人前面 那我就要扫码买一个冰淇淋尝下味道最近怎么样 那我要一个原味再加花生碎盒蒸紫 要蒸紫最早 然后加入购物车 快来尝尝吗 必须购买 嗯 好 我已经支付完了 那它正在制作当中 4块钱一个是不是 头得买了 奶油味非常的浓郁 很香 很甜 我刚刚走了一圈 我发现这里的品种非常的多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好吃 而且非常的干净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结算区 我放在上面呢就已经自动识别菜品是哪些 然后告诉我价格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扫码 微信扫码就可以 火锅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部分 就是机器人智慧物流系统 及分解系统 它可以把后厨处理好的食品 智能的 井然有序的 透过蜿蜒的输送袋 直接将客人扫码下单的菜品 送到客人所在的餐桌上 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扫码点餐 打开微信 现在机器人呢就把我们的宝寒饭送过来了 那现在呢我就要按这个按钮 然后打开它的舱门 然后我才能起餐 看我们的宝寒饭来了 哇好香啊 你看讨厅 这样我就用了 总想做这台城 它的用 read 周围 在一层间 哇 满满一桌机器人做的色香味既成的美食 我现在就要冻筷子了 您觉得这个之前餐厅的总体印象怎样 我觉得比较特别 感觉也比较卫生 并且点了一些选择之后 我觉得它的香菜啊 包括食材啊 都还是让我儿童心来的 那你觉得这个餐厅好不好 好 好在哪里啊 有很多机器人 有点很好吃